字幕志愿者 李靖悠 咦?李靖悠,你在做些什么? 我在做着岳阳流记的Google Form 是中文老师帮我们重温议设计的 哦,我最近也要用Google Doc做小组功课 四个同学合作完成一份课文中结图 其实,我不时都会借助我资讯科技来学习中文 我也是,中文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 经常都会用到多样化的资讯科技软件 而我都已经很习惯这种学习模式 嗯,那你最喜欢用哪种资讯科技软件来学习中文? 嗯,我经常会用Google Classroom交功课 又试过用Cahoot进行语文知识问答比赛 我听说非华语同学会用Quizlet加深队字词的印象 还会为个人短讲录音,然后用QR Code交给老师 其实,软件都是帮我们学好中文而已 用哪种都那么喜欢 对啊,老师应用不同科技 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学习,提升学习语文的兴趣 有不少同学都表示过喜欢学习中文课的 就好像上次学出诗表那时 老师就将一段学习影片放上网给我们做语习 一看,竟然是老师亲自训物登场拍的影片 我们都看得很投入啊 原来,那么多位中文老师 已经事前将不同的教学影片放上网给我们学习 那不如做完Google Classroom,我们一起看一段影片吧 好啊,我帮你啊 我们现在赶上文学散步了 今天要去参观一个旧式和新式的商场 观察完之后就要写一篇文去抒发我们的感受 还有啊 今天的文学散步是由住校作家 徐卓妍先生亲自带领的 除了写作活动 我知道學校還有安排定期的 住校作家閱讀課 指導同學閱讀本地作家的作品 非華語同學是否不能參加這些語文活動? 當然不是 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不同的文化活動 希望我們多些認識中國文化 就像茶藝堂和參觀姚宗兒文化館一樣 講到文化活動 我記得有同學參與過中國歷史人物 跨世代劇場 有趣之餘 還比現出同學和觀眾 學懂更多文化 要認識文化 你們一定要看《竹印》 裏面有很多偏愛同學的文章 今年是第七期 每年中文老師都會挑選我們的文章 收到在《竹印》裏面 還有文例如《看》 裏面不時都會有我們同學的作品 你的章是什麼紙? 你講這張吧 老師講我們學校舉行股師設計背眾比賽 我打算做好準備 所以經常拿著來背眾 其實你們到中三的時候 還可以參加學校舉行的送詞改寫比賽 我們比賽還曾經獲得傳媒報道 早前學校還舉辦過閱讀馬拉松 由所有初中同學親手製作閱讀書 同學的作品還可以在商務書局展覽 上到高中也有聯校高峰論壇 聯校小組討論和升級座談會 菲華原來同學也可以參加朗中才藝比賽 同學近年獲得很多獎 現在真的有很多機會讓我們學好中文 哇!原來中文科學這麼豐富的語文活動和比賽 我相信目的都是困復我們的眼界 和更多學習語文的機會 如果我們好好珍惜、積極參與 我們的中文水平一定會越來越好 咦?我不跟你們說了 黎諾生,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文學散步 然後再拍幾張照片 拜拜 拜拜!